大家好,我是欢迎圆异的虫哥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类比较热门的多肉植物 因为在前些年的话,大概五六年前 仙女碑这个属的植物就在我们多肉里面开始慢慢的出现了 然后这些年随着它不断的大家的重视和喜爱 所以有很多的品种不断的进入到国内 那么目前来说我们能看到的,能够购买到的有十多种的这样的一个种类 今天就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些不同种类的仙女碑 首先我们从常见的开始讲 比如说我们手里这一盆是玉剑 那么相应的和玉剑相比同样比较常见的呢 是这个初霜 这两种仙女碑我们可以看一下 但是呢,初霜它除了这种带粉的状态之外 它还有一种绿体的初霜 比如说这一颗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两颗同样是初霜 但是它长得非常的不一样 像这个绿的初霜呢 虽然说平时来讲啊 它确实没有这个带粉的好看 但其实呢,当它在冬季低温情况下 它可以出现比较红的状态 甚至于可以出现比较纯红的状态 就这种很亮丽的颜色啊 是这种带粉的初霜所不具备的 那么当然很多人买这个初霜啊 会最早会看到我们网上一些照片 就是在它原产地 在这个仙女碑的原产地 在加利福尼亚 到墨西哥的这个寒仙一带 或者岛屿上 它会长这样的一些这个野生的这个仙女碑鼠的植物 那么它会发现这个照片 原生镜的照片里面会有那种叶片特别红 鲜红色中间带粉的那样的一个极致状态的照片 但是呢 客观的说啊 在我们正常的栽培当中 这么好的状态是很难出来的 以上海为例 上海我们最多能做到 这个植物变得成红 肩部发红 那么像这个植物呢 带粉的 它可能略微的变上有一点红 要做到这个原产地那样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但是即便如此 它本身的造型和颜色也是有很高的观察价值的 那当我们介绍完这个最常规的两种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几种 还有一个比如说大家很常见的叫做 傍夜仙女碑的东西 也叫做影闪光 就是这个 那么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 因为它跟这个树双啊 有一个类似的地方 就是说这一盆叫影闪光 也叫傍夜仙女碑 那这一盆 它就叫做傍夜仙女碑 但它不叫影闪光 为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在身边上卖的傍夜仙女碑 就是傍夜仙女碑的 就是这两种 那这一颗呢 没有这个粉呢 是我们自己购买种子之后 我们种了很多年的 发现那一批呢 是没有任何的粉 但是国内的大多数 在种植这个傍夜仙女碑的人呢 他手里的来源都是这个带粉的 可能来源不太一样 那么像这个不带粉的长大之后 我们看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它也是这个细长的傍夜仙女碑 也是没有任何的粉 这个傍夜呢 就是它不会有任何的粉 而且颜色也不会这么红 就是比较奇特的一个品种 当然大家可能也不是特别喜欢 那这种呢 前度来说就好很多 因为它有粉嘛 就比较好看一些 但是呢 这个的观察价值还不够高 我们和另外一种相比 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个劣势啊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 之前没有 这几年才开始有的 努比基纳这样一个种 努比基纳 顺便说一下 就是像这个影闪光 也叫做埃杜利斯 仙女碑的很多种类 它有一些非常难听的名字 是因为 因为本身国内前些年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嘛 所以它没有统一的名称 那么当它进入到国内的时候 大家会用这个英文的这个读法 把它的拉丁名读出来 然后再把它直译成中文 所以名字会比较难听一点 那相比这两种 你会看到 它的叶片的这个形状 差不多 但是明显在同样一个季节啊 这个努比基纳的叶片 它的白粉比这个多得多 它基本上每一个季节 都会比这个要白一些 而且它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色 在随着气温降低和光纤加强 它会更加的红 但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会有点暗红 可能暗红色 但是明显这个跟鲜红相比的话 它的观察价值就会差一些 努比基纳是一个很好的品种 那刚才讲的这些鲜红杯呢 都是比较容易群伸的 那么如果有一些人 喜欢这种单头的造型的话呢 还有几种是不太容易分头的 比如说像这个雪山鲜红杯 那么这两颗呢 都是雪山 大家如果长期关注过 鲜红杯的这个市场的话 你就会发现在最早几年前 从欧洲进口到中国的雪山 都是这一种宽叶的雪山 那么但是这两年 你能买到的雪山 绝大多数是这种窄业的 但是一片比较厚的雪山 就这个呢 就是它的音译过来 名字叫普普佛伦塔 这个呢叫做波瑞东尼 所以这两个呢 都被叫做雪山 但是呢 就是一片的厚度和宽度 有所不同 这个看大家喜欢了 反正都很好养 而且它是很难分头的 这个我们养过五年六年 长到这么大的 也不分头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东西叫做雪山的这种啊 它的白粉是特别特别厚的 而且这个白粉容易掉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雪山里面 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白粉 掉下来的白粉啊 在这个叶片里面 如果我们吹一口气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白粉会飘出来 怎么看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个东西挺好玩的 我们最早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在摄像上看到这个盆边上全是白粉 我们以为说这个怎么会这么多白粉在盆上面 是不是它喷了什么面粉一样的东西来这个加粉呢 后来发现不是 就是它自己掉成这样的粉 那这两种雪山相比呢 我个人可能更喜欢这种宽叶的一点 但是这个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夏季的时候啊 它的叶片有时候会枯萎 确实的说 它的外围叶片在夏季 几乎一定是会枯萎的 就是它一个特性 就是跟你的这个环境光照 关系不是特别大 我们拿到云南的基地去生产的时候 发现云南气候好的话 它也是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一颗呢 夏季枯萎的叶片很少 偶尔有几片 不像这个 它基本上一半以上的叶片会枯掉 第二年重新长 所以这个就是在今年恢复了两个月生长之后的状态 再过两个月就会长到这么大 这个东西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家里如果你的家里空间有限的话呢 这两种要慎重考虑 因为长得很快 那小新种会比较适合一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有一个鲜鱼杯里面 目前来说 基本上算是最贵的种类啊 一定要提一下的 就是这个拇指鲜鱼杯 那拇指鲜鱼杯呢 顾名思义它的叶片呢 比较宽 比较肥厚 像拇指的形状 那么这样的一个特性 是其他鲜鱼杯都不具备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很受大家的喜欢 然后前些年的价格非常贵 那么现在呢 会好一些 因为国内的繁殖已经出来了 像这一棵就是我们自己繁殖的小苗 我们去年说的种子虽然量很少啊 但是长到一年 你看它能长到这么大 所以呢 过两年 今年价格已经下来了 小苗大家可以考虑 可以买一些 然后呢过两年 肯定这个大的这种 大型的这个也会开始降 当然这个老庄那种很大的 肯定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那么拇指的话呢 其实你拿到手的时候 它的生长因为相对慢一点啊 那么有的时候它的根就会 不是特别好 它的发根很多人说有问题 其实这个是要有方法的 刚好的我们讲到这里呢 跟大家看一下 仙女卑怎么样去发根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仙女卑呢 病虫害都很少 就是在景天里面相对来说 是一种比较适合栽培的种类 因为它的原产地 像这个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带 大家如果关注的话 你会发现 它好像是前段时间会有那个火灾 然后它有时候会有旱灾 有时候低温也会到零下 所以那边的气候 其实是很恶劣的 所以它的这个抗性相对来说 是比较理想的 在我们江浙户地区种植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有的时候 你买来的如果是一个砍头 它的发根可能会有问题 或者说你买来的是一个好的植树 它可能会从基部会枯萎 那么这个东西呢 最常见的是在 初双这个品种上面 我们看一下这两颗初双呢 就是它在经过夏季之后 连根部到底下的筋部全部干枯萎缩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看它叶片呢 你看起来可能还是很饱满的 但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好像怎么 它到秋天它不开始生长 然后呢 你再看它底下的这个筋部啊 它是呈现一节干枯的状态 这个时候说明 它底下的这一节彻底死亡了 那么 所以上面没有办法吸取到水分和营养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不用很担心 如果说在我们秋冬季季节比较合适的情况下 天宇编的发根其实是很容易的 很简单 我们首先把这一节枯掉的东西啊 给它掰下来 看我们一掰就很完整的 把整个这个枯死的部分掰下来了 剩下的这个 这个黄色的 就是它健康的组织 那包括像这一颗 这一颗比较严重啊 可能这一节才是火的 这一节都死了 我们就把它掰下来 那掰下来之后呢 只要你掰出来 它这个干净的 这个 这个肉质的组织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 用了生根处理 很简单 就是说给水 在低温情况下 给水一般在气温 晚上的气温在15度以下 15度以下 这个10度以上的时候 是特别适合它生根的一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插到这个 随便珍珠盐啊 制食啊 随便什么东西里面 比如说我有一个插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插到这个 珍珠盐里面 然后呢 底下是这个放上水 就直接是 简单的说就是泡在水里啊 那么 这个只要季节合适 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有这个 这个泡烂的问题 这个杆子很适合 这样的发生方法 那像这个没有根的这个 出霜 我是这边放了两周左右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啊 我们看它的这个根 这个白色的新根全部都长出来了啊 然后像这样的这个小头呢 这个也是可以看它的新根已经开始都生长了 长得很快 所以马上就可以把它拿去种植了 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好 那今天介绍的新女杯呢 基本上就到这里为止了 然后呢 因为我本人是特别喜欢这类植物 也有很多的收集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不妨考虑在现在这个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去买几颗 因为它的这个栽培难度 真的是比大多数景天都要低 而且呢 观察价值还比较高 好 谢谢大家